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讨论他出狱之后怎么怎么办 他出狱之后是不是可能到海外来还得商量这些事呢 结果他就传来他去世的消息 这个当然让人想起来这个心情都是非常的沉重 那刘小波就是不久前 就是去年林佩瑞教授和一个吴大志 一个中国学者 这吴大志当然是个是个笔名了 和写了一本书 就是刘小波传 书名叫我没有敌人 很厚很厚的一本 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这是当然毫无疑问是英文世界 西文世界中关于刘小波的最详细 最详实的一本传记 这本传记当然谈到他这里 我们也顺便向各位听众读者推荐推荐 关于纪念刘小波的东西 中文东西当然就出 已经出了不少 那么刘小波确实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遗产 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呢 也都知道 刘小波的思想乃至于他的性格 在前后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你看他后头的讲话 后头为人处事的这些做法 有时候和他早期的简直判若两人 他早期是很张扬的 也很狂妄的 也好说也很极端的话的 语不经人死不休的 到了他后来 那他为人处事就变得非常不一样 所以在北京 你想作为零八宪章 他当时因为零八宪章这件事给路德玉 本来零八宪章也并不是他写的 因为是别的一些朋友写的 那么当时找了他呢 就让他去征集人签名 结果到头来 零八宪章第一批公布的签名人有三百多个 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 是刘晓波去联系的 也就是说 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的贡献很大 他手上就这个大 而他能这一点呢 就是他的人脉比别人更广 你不管体制内的体制外的是吧 你不管是文学文学界的新闻界的什么 什么别的什么别的界的 不管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 他都有在都有很广泛的人员 这个就很不容易啊 这个就很不容易 一个体制外一个强迹受当局排斥的人物 能够和能够得到这么多方面的这个接纳 认同认可 那就这就比较说一种领袖才可能有的这种亲和力嘛 他确实是这方面是 而他这个显然是他后来经过多各种各样的修炼出来的一种性格 他本来性格不是这个样子的 本来性格跟这几乎是相反的 那么在思想上当然有很多的升华 这个从这以后的很多表现都 包括他文字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我想我们年年纪念他 当然也不仅仅是纪念刘小波这一个人 他是个象征 我们是纪念以他为象征的 中国的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 而离我们而去的这些先驱先烈 当然就启动他们这种精神呢 为了争取自由的这种精神 这个重温他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这方面刘小波确实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 相当多这个因素东西 包括有些东西呢 虽然一直有争论 但是那个争论呢 我觉得我在这些问题上 我当然都还是很支持刘小波的看法 而在这些问题上呢 我想尤其作为一亿人士 民运人士这个群体来说呢 有必要通过对刘小波思想的 这个重新的思考 来达到一种更高的认识 这点在刘小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 这种思想的思想的养料 这点当然原来我也写过不少文章 过来现在恐怕我们民运人士 还要有这么一些机会 这确实是一个 刘小波离史 其实也离我们很远了 而刘小波当年在政治上 在国内的那段时间历史 那由于当局的这个不停的抹杀 你现在在国内 包括互联网 不要说图书馆了 互联网你几乎都找不到终极 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所以我们也是借纪念刘小波 逝世七周年之际呢 能够唤起更多人 对刘小波其人其事的了解 以及对于他所努力争取的 这些理念的认同 我想就是这么一些事情 当然关于民运的再出发 这个也是我一直关心的事情 这个刘小波固然去世到现在 好像知道他的人都不多 但是呢 这不表明像刘小波 好像在我们中国 就是一个一小撮 但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 你的八九民运的时候 那是何等大的规模 何等大的声势 所以这里是六四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很多事情是由于六四而改变的 那么那么民运要再出发 之所以三十几年来都没有 这个显著的再出发 我觉得也主要是六四的后遇症 因为六四是很多人就是 就重新回到了恐惧 在六四之前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 那中国人基本那个是变得越来越胆大 越来越很少恐惧 就像那个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吧 就是按照原来歌词 炼到原来毛的一句话 就是什么东风吹战鼓雷 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 因为本来话是说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那后来八十年来 中期就把它改了 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 那意思就是说没人怕共产党了 但大妈共产党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 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而六四呢 使得大多数人就重新回到了恐惧 另外主要是就失去了对自己有力量的这种信心 觉得你抗争也没用啊 除了你会受到惩罚之外 你不可能改变呢 那既然不可能改变 你根本斗不过人家 那而且只会自己招来麻烦 那还就不如默默的接受了算了的 所以三十几年 这种心理不克服 那你中国民运再出发就永远没有可能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纪念刘晓波呢 就很重要也叫像刘晓波那个样子 善于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 这个是这一点在刘晓波实际上是突出的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呢 就是要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只有人们普遍的恢复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那么新的民运才有可能再次发生 这是我们纪念刘晓波 我觉得必须重视的一点 我就是刚才胡先生讲的很好 因为首先小波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朋友 当然胡先生跟小波是非常非常close的朋友 我还替胡先生 你那时候在北京之春 我还替你们中国朋友给小波带回钱去 给他的稿费 所以就是小波是这样一个人 尤其是刚才胡先生讲他的一个变化 他的变化 他的变化呢实际上从六四 应该说他六四以后呢 又有一段时间 然后他去见到了丁子林的儿子 蒋连杰叫什么 蒋连杰叫什么 蒋连杰 见到他的那个 蒋连杰 对他的牌位到他家里去 到那次了以后呢 小波呢 后来大家都在说这个事 就是最后他在他的这个一向前跪下来 跪下来 他要去就是是一种人性当中的救度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 确实非常非常令人感动啊 我觉得那小波呢 确实后来的这个变化 包括他提出来像我没有敌人 然后呢 他在这个监狱当中待了那么多年以后 最后他放弃 放弃了 他原来一直不想出国 然后他放弃跟政府呢 想去达成达成协议 要出国 就医 其实就医不是他的目的 他要把刘侠最后送到国外去 我觉得确实这一点啊 是小波呢 那个人性当中非常光辉的一面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人 他从 从一个他原来追求的黑马 一个神一样的那种 那样的一个目标 最后呢 他回到 回到了人的那个 人的那个狗 所以 大家都记得 那个 他最后的有几张照片 其中有一个是 他搂着留下 他穿着那个病号服 那个条条的那个衣服 当时已经 基本上 他站着都打画 然后呢 他搂着刘侠 那张照片 我觉得非常 就是说 他那个人性的那个变化 确实呢 这个很 很是 让这些老朋友啊 都是很感动 很动人的 所以 我们一直呢 在 在纪念小波 到每年到 到这个 7月13号 大家都会 去纪念他 为什么呢 因为小波 确实是在中国 这个老百姓当中 中国知识分子当中 最后追求自由 解放 然后坚持抗争 不懈努力的 这样一个封碑 确实是一个 是一个封碑 所以我们一直呢 在 在努力的 在去纪念 记住他 但是同时呢 说到民运 是不是 再出发啊 我觉得 这里都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点 就是民主运动呢 肯定是 会再出发 因为 社会矛盾呢 现在在不断的激化 社会矛盾呢 在不断的 在叠加 现在呢 又没有解决问题的 这个 具体的办法 和 和这种愿望 当局也没有这种愿望 因为解铃还需记铃人嘛 得当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他没有这个愿望 那就是一味的去靠强力压制 那这个呢 就是到时候 中国呢 一定 在一定的时期 那一定会有 有大的变化 但是呢 我觉得啊 这一点 这个 我们跟胡先生 也有好多次的 这个 讨论啊 包括 这个 这个辩论 因为胡先生 一直在坚持 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其实我也是 我当然倾向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而且呢 上次 这个见面 说还谈到了 就是 胡先生一直在讲呢 叫重建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信心 所以呢 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啊 确实呢 有很多的 很深的这种思考 中国 最终呢 说 民运是不是在起 那实际上是 社会的需要 是这个民族的呼唤 到那个时候呢 它自然会起 但是起来了以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很多的未知数 未定 未定之数 所以现在呢 有很多人人之事啊 都在参与各种各样的讨论 是到底中国未来的 如何走出现在的困境 如何能够最后走到一个 真正的人民得自由 然后老百姓有民主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 这个呢 也正是我们现在 一直在 一直在关注 一直在讨论的东西 当然现在呢 说是不是有一定之规啊 当然 胡先生一直坚持 他的观念 这个这个反对的声音 尤其是这个 这个 被压迫 被压迫的 被不断的打压的一些人呢 可能 不同意啊 但是这个里头呢 从 深层的理性 这个考虑呢 其实我是 我是更倾向于 和李飞 嗯 我先说这吧 好 这个声明 要不要继续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既然谈到刘晓波 谈到民运 谈到中国的自由民主啊 你觉得 中国的政治 什么时候 可以朝开放的方向走 声明 你camera没有开 嗯 认识刘晓波 就是 他是88年年底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曾经呢 他在中村工作过 我那时候也在中国之村 就是 有董事会呢 决定给他发工资 400块钱一个月 也给他呢 办过绿卡 他当时呢 想在美国留下来 他和贝林两个人 我当时就是 帮他们办绿卡 嗯 那个时候呢 中村是 声多 真少 周少 就是 竞争得很厉害 因为王敏良 在当时打架 把钱给冻结了 所以 他当时是半信 丁楚啊 就给他 定下来 董事会定的工资 就是400块钱 那 他怎么回去的呢 他在那个426社论以后 有一次呢 在陈军家开会 当时胡平也在 很多人 开会的时候呢 不知道谁就提出来 就是不要做远距离的革命家 要到广场上去 不要到 到北京去 于是大家就在激愤之下 就 说 都要回去 当时我记得几个人就买了票 其中就有刘晓波 也有呢 当时中国明年的那个 董事长 许邦泰啊 这些 但真正就是走的时候呢 这些人都都没有走了 也就 刘晓波就走了 就许邦泰找了个理由 就是他 护照被他太太藏起来了 我记得当时是胡平 送他去上了飞机 在机场呢 胡平 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不知道胡平自己还记不记得 小波走了 他当时用我的那个画名吧 说于从 小波走了 真是条案子 他就这样离开的 但后来李晓波他自己呢 他也说过 他到了东京的时候 转机的时候 他其实是犹豫了 后来他还是回去了 回去的那些故事我们就知道了 就当时给那个 刘晓波办那个签证 办政治庇护那个人呢 是美国的一个叫 Ackman的一个人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胡平的也是他办的 他给中国明年的 中国的村子人办护照 就办那个政治庇护 他完全不收钱 连手续费都不收 不像现在这些政治庇护 就成了一个生意了 很多都是这样 王炳章也是他办 前后呢 王炳章办了 就是四次去申请 都被美国政府拒绝了 这个Ackman呢 是个犹太人 他曾经为那个西贡的警察局长 就是一个叫软聋的 做个政治庇护 我们知道结束 越南战争呢 在美国说是有两张照片 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个是美军投燃烧弹以后 一个小女孩从村庄里面跑出来 衣服都被烧掉了 还一张呢 就是那个警察局长 软聋的枪毙一个越共的 一个战俘 这两张被定为是 结束越战的两张照片 那这个软聋最后到了美国以后 他却腿已经被打掉了 开了个小餐馆 后来一些反战的人就开始呢 要起诉他 说他就是枪毙POW 枪毙战俘是 追究他的责任 就这个艾克曼的出来帮他辩护 最后成功的辩护了 所以他非常有名 就刘晓波最后呢 政治庇护是办了一半 他就就是激情之下吧 就飞回去了 那跟他一起办的人呢 最后是拿到了 那还有一个人就是艾克曼的 他给王炳章办政治庇护 就四次都没有成功 其实你想很多人没有王炳章走得那么远 政治局没有他充分 甚至靠骗都拿到政治庇护了 王炳章一直没拿到 原因是什么呢 或者是有一次呢 我王炳章去那个美国当时国务院 当时的中国科的科长 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进入美国国务院 中国科长就是王炳章私下就跟我们讲 说是因为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有一个默契 说是如果我们记错了 是吴学天和基辛格之间 当时是中国要求呢 把王炳章呢 就不引渡的话 至少不准他在美国这样搞 那美国就说呢 这是一个不同的制度的国家 我们不可能限制他 但是呢 在他的身份问题上 就是政治庇护的问题上呢 美国可以做一些事 所以就以各种理由吧 一直没有给王炳章政治庇护 一直到最后他出事为止 就是2002年 他都没有拿到美国的政治庇护 所以这是这么一道故事 那么 89之后我们知道呢 就中国改变了对异议人士的政策 从以前的限制出境 变成了李宋出境 就以前大概中国是觉得 你看你就跑出个王炳章来 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要是把那些国内的异议分子都送出来的话 都重磅了 还不知道 把天拉下来的 所以后来呢 他观察以后呢 发现六四呢 因为很多人在六四混乱的情况下 也就跑出来了 级别都很高 跑出来之后呢 发生情况 并不说这些人多了 好像民运呢 就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了 而是他开始了一种新的 一种内战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呢 就跟王炳章在斗 所以叫胡旺之争 然后刘宾燕跟谁呢 就跟他那个级别的 跟管文言在斗 两个人也是写了各种文章 文革的语言也很严重 那广场上那一代呢 沃尔开西 有和李璐在斗 那么赵紫阳的幕僚呢 陈一芝呢 又跟万尔南在斗 所以就是用方立芝的话 就是捉盗的厮杀 一点没有团结起来的样子 那方就用了一个话 他叫这叫做什么呢 自机震荡 共产党隔得太远 就是你们自己天天在一起 就物理学上一个词 那袁家琪呢 用了一个呢 不是太雅的词 叫政治手艺 自己过瘾 所以就你说我是特务 我说你呢 贪污 他又说他就搞女人等等 搞到最后呢 大家都错了 真正就是需要团结起来 做事的时候呢 谁也没有威望了 没影响了 这就是当时 发生一件事 那中国方面呢 恐怕也就看懂了 就发现这些人出来没什么 不可以的 所以就从94年开始呢 就从把王金涛是第一个放出来的 保外就医 当时是判了十几年 然后王金涛之后呢 又放了王丹 又魏京生 徐温丽 中间还有呢 就Prinston 中国学校的那五位夫人 陈贵德的夫人 软民的夫人 对吧 就是 朱小康的夫人 就放了五位 其实那个时候呢 刘晓波也在其中 他也出来了 也可以 就根本没 国内没 他出来之后呢 他跟那些人不同 那些人出来以后 就在海外就待下来了 有的搞民运 有的没搞了 但刘晓波出来以后呢 他又决定回去了 回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但有很多 其中我想有一个呢 还是就是 普希金讲的原因 在有幸福的地方 咋就有人看守 或许是暴君 或许是开明的君主 因为海外有个资源之争 就这么多资源 民运只能养活这么多的人 民运中最大的敌人 实际上就是你身边那个人 他比你早出来 他比你占领的资源要更多 就这么一个 就刘晓波这个人呢 我跟他辩论过 就最早曾经带他到我家来 非常读的书很多 很善变 但是我开始的时候呢 非常不喜欢他 因为在Princeton呢 我跟像刘宾燕这些相当熟 当时刘宾燕也非常讨厌他 就他出来以后啊 他就去攻击刘宾燕 第二种忠诚啊 找了很多理由 为什么要攻击呢 实际上当时他在国内 他们有一个 他有一个成名的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人呢 你要从自己一点点做起来 太难 就是自立三头 靠自己的一点点 那最好的方式呢 就找一个特有名的人 去跟他开战 打输了 你本来就该输 没什么就是输不起的 万一打赢了呢 那一下子可就是跨过了一大步了 所以他在国内呢 就跟一些他内行文艺批评方面的 就这样做 就所谓的黑马 就找一个最有名的人 拿他当敌人 来跟他开战 那到了美国以后呢 当时陈军啊 跟刘晓波去死 那一找海外最有名的 那就是刘兵燕了 当时 所以就拿刘兵燕开刀了 把刘兵燕打的就是糊里糊涂的 就是不知道哪得罪了刘晓波 反正我谈到起呢 就对刘晓波非常不满意 那最后呢 就刚刚胡斌讲 刘晓波改了 他改的真的很大 就是他回国以后 就再次出国 又再次回国以后呢 他其实跟刘兵燕就亲自道个歉 到刘兵家 然后呢 刘兵燕实际上原谅了他 就中国笔会 就成立的时候 第一届的会长呢 是刘兵燕 然后第二届就是刘晓波 刘兵燕就把让给了他 我觉得当时成立的时候呢 是我们记错是2000年吧 但是刘晓波是没有出来 王立雄出来了 第一届呢是给两个人颁奖 一个是王立雄 一个是廖亦武 刘兵燕呢 当时我开车嘛 我们一起去 他说郎中羞涩 他说这么一个活动就捐了2000块钱 是个参观老板圈的 真的是拿不出手去 后来我彭斯那个朋友呢 又给他捐了一笔钱 最后就给王立雄和这个 搬了奖 然后第二届呢 刘兵燕就非常高兴的 愿意将刘晓波来接了 比会的会长 所以他最后 陈俊燕我讲过 刘晓波不是你当年认识那个刘晓波 变得很大 那他最后呢 在零八宪章的时候呢 他讲了那个话 我没有敌人 他这个话也有些争议 周多说是他讲的 那不管怎么说吧 这句话是讲响了 是从刘晓波的口中 讲响的这句话 我没有敌人 可以说这是刘晓波 这一生中间呢 他最高的一个一个亮点 零八宪章 我没有敌人 就像余英石一样的 余英石一生写了无数的东西 或者无数的讲 包括Kruger讲 包括唐讲 但我觉得余英石先生呢 讲的最有意义的一句话 就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 就是把人当人 不欺负别人 就刘晓波呢 我所知道的 就这么一个刘晓波 是一个确实是变化了 他写过信承者的 他把他自己很肮脏的一些想法 这些都写出来 有点像 卢索写忏悔录那种 他是一个大策大悟的 敢于把自己思想 讲出来的人 不是那种做了婊子 还有立牌坊那一类的 好 谢谢三位分享刘晓波 在中国民运 在中国的民主运动 还有六四的你也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位 应该讲历史人物 好 谢谢这个 博平 谢谢李恒青 谢谢黄胜平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软民 分享了这个刘晓波 我们也讨论了 有关于这个马上即将登场的三中全会 还有美国的政局 好 我们下礼拜呢 我们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三中全会 到底有什么样东西 可以让我们值得大家那么样的这个好奇 到底习近平 到底中共能够端出什么样的牛肉出来 好 我们谢谢所有民进的观众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研究院呢 就到此告一段落 再次谢谢三位嘉宾 谢谢所有大家 多么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请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请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